今天吃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孙师傅的胶盖烧饼 在这个胡同里面 在这里面 中间就是个大煤球吧 大煤球 现在等会也就在一家能炒煤 都不能烧 远行好顿 对 就看上像不一样 这个干了 这个干是不是 炒着的会香 对对对 但是人们炒着会香 为啥在那麽整酒奶放来 它已经烘干了 比我水费更烧 这是刷一层面水 刷了水了以后就下一步就是 蘸芝麻 如果你不刷的话 这个芝麻是蘸不上去 那这个是爽面的都有芝麻吗 咱这是大面 咱是传统烧饼 因为咱这就是处于分化一餐 咱这是第六代 咱现在是升级的 第六代的干了多少年 上百年都有吧 哎呀那都几百年了 几百年了 你看我今天都六十六了 这都是那种瘦子吗 还是 咱那是玄子吗 玄子吗 自己有点泡 自己就先逃屁的 咱要就是磨出来比较好吃 是啊 它比较悬 我看这是自己家的房子吧 啊自己家房子 是它有点不好找 你这胡道理 啊对 你拉上来楼啊 啊吃起来就是不好找 不过咱的磨现在就是 一般就是 耸力的比较多 哦 你问到咱咱咱的磨很丁 就外面的磨不一样的就是 嗯 咱的磨就是说 做的时候吃出去发面 哦 叫这个磨呢 就是外交理论 它比较就是说 哎 你就放上几天 它吃了肉呢 它就熟了 哦 你想外面那个磨嘛 你今天买 我就明天再吃 就有点咬不动了 哦 用蘸的磨不一样 它就发上几天 稍微有点风干了 给它晾开水里蘸一下 给它火上葱烤一下 那就恢复原味 哦 比刚出炉的一样 先给它上面炕一下哈 啊 点一下 我给它都闻着芝麻香味了 已经啊 冰的香味啊 这里翻过来烤 而且说不烫吗 这样磨的 秋天磨的都习惯了 嗯 习惯了 夏天应该是这屋挺热的 我感觉 这会儿不路边 对 夏天就特别热了 对 那明年一到福利坛 冬天 就全一个多一个 哦 就休息了哈 那像冬天的话 应该算是忘记了 对 冬天这大烧饼很累 很累 嗯 对 但是它是串通的制作 就是刚才串通的做 但是串通的这个扫饼呢 做的 比较肥实气 是 尤其是从这个面上 就是你想 咱平常它们 外边的它有嘛 都是那个扫饼呢 面都是一块面 都是轮发面 对 在这仍然是拔面跟刺面 这样煎 载去肉 嗯 但是这个墨虽然肥事 就是一烤好了以后 都是 哎 它串通的奶法 是 啊 像这种墨在它畅闻一下 现在这个天气 嗯 一般情况下正是 一星期没有问题 哦 啊 就在就是外边隔着 你要隔到冰箱里那就没 那就更没问题了 嗯 这个油呢都是这 物料熬出来的 花椒 其他的这种物料 啊 熬出来的油 啊 这个有它一个味道还是 哦 都以说能够像用这些东西 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的搞的 你包括咱那个拔面那个的轿子 嗯 弄成酸辣面 哪有什么轿子 都咱自己用西瓜呀 就自己制作啊 哦 自己弄 都采用咱就做串的 嗯 像能在现在一天亮的话 大概得有多少 在现在就是说 以前就是四大多面 大碗就不再不再大了 哦 在我咱这是每周二休息一天 哦 休息啊 每天一只周二 啊 咱这一个扫兵大概有多重 一个就四两多 四两多哈 好 管我做 我现在就我做 做了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 就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那时候老的做扫兵的时候 啊 早上起来 也回到扫兵上 啊 看着 像那时候主要是去吃了 啊 跟我老的身上光看 就是这么离出身 不需要下三分 是 是 是 咱这个做法就是说 咱这做传的吧 嗯 是和他那样做传的 哦 像咱这个扫兵啊 咱这种扫兵就是说 我现在做这个扫兵 嗯 我处理脚盖扫兵 还有一个扫兵就是说 漆盖 那个盖从 获得出来以后 是外界的影响 它只用短链 只用抄漆 那个呢就是说 一照度讯拿的时候 周围根系保留了 不在外串 啊 自己家里边也是光串 难不串女 所以像平常一般的 就不知道走哪个磨 但是你要 只要看到哪个磨呢 人家的磨是正宗的 这个磨当时的扫兵 穿女咒了 不管你当啥时候 哎 你正宗的 它就是正宗的 是 你只要看到哪个磨呢 你不要再说了 人家的就是正宗的 我们现在市场上好奇人说 哎 那这扫兵是单杆的 实际上传统扫兵 都是单杆的 国际的扫兵 不叫扫兵 叫庆贵 也叫捞鳖 那个捞鳖空就一个杆 不可能跑了两个杆出来 嗯 这是发面 还是这种捞的面杆 发的多的话 就在这边 哦 烧的的话搁拿别人里边 好 你鞋开的以后 你捞到这个杆里边 这个 对对对 有那个味道 对 这是要多少个 这是要三七 三七 这是送离了 一看都是 十六个 一切十六个 给我小点 不是 不用改 不用改 太热了 你改一下 你看 整的磨还大 像这个 现在的豆腐豆腐可餐嘛 是是 去送离的时候 又能带可多 就是送的人多了 他都带着 这一般都夹啥 夹鸡蛋豆腐串 嗯 也有牛肉丝 海带丝 一般夹鸡蛋豆腐串的人多 嗯 我这个是多少钱的 这个五开 对 你很喜欢吃辣椒 多点 喜欢吃啊 那给我给你多点 行行 好不好 好 加点葱 对对 加了一个豆腐串 还有一个 鸡蛋 让师傅给我拿了一个热的 这个饼特别厚 弄开之后里面再加这种东西 它这个烧饼你看 这一边是烧饼 这一边就是 比较传统的 嗯 好香啊 真的是外酥里嫩 里面的这个椒皮 它芝麻的这个 拌下来吃起来 还是咯吱咯吱响 特别酥啊 整个其实是在那个奥子里面 炕出来的 而且他们家还是用 没火没球 做出来了 嗯 我看这一个真的好顶宝 我看它那个简介上介绍的是 它这个是传承了六代 宋末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几百年的传承 而且根据这个师傅介绍我才知道 原来登峰才是烧饼的发源地 来登峰玩爬山的朋友们 也完全可以拿这个烧饼当做干粮 因为这个烧饼特别耐放 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吃完过一个烧饼 但是这个烧饼真的好吃